好,我们看十二的转满字教法 讲大称,讲中道 前面只讲空 这以下包括不空 空有无外的中道实相 就满字教 那么这地方有六段 先看丑异的诸子出家 看经文 二十,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 而为沙米 诸根通利,智慧明了 已曾供养百千万亿诸佛 静修饭愤 求阿脑多罗三秒三不提 那么十六王子 在听完四地十二音源以后 他就出家了 那前面说明 前面很多凡夫 他呢是听到四地十二音源以后 他就正得我空 或者是断了剑尸 成就阿罗汉 那么十六王子听了四地十二音源以后 他到底有什么受益呢 这以下说明他有两种功德 第一个他的智慧 诸根通利,智慧明了 诸根通利 我会大师说 这是六根清精卫 那么智慧明了 好,这个是正德中道的智慧 这是六根清精卫 相似激火 智慧明导是分正激火 这是他的智慧 那么他的福德力呢 以曾供养百千万亿诸佛 尽修凡愤 诸位你看 离开三界以后 那三寸人是各凭本事了 你看这三部车在三界火宅里面 目标一致 就是赶快往我空的门奔去 但是一旦离开三界的门以后 那就各自表现了 生活人可能就是 悼念凡旗进去了 那菩萨呢 离开三界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 就是清新十方诸佛 记住 你只要修菩萨趁得离开三界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 供养清新十方诸佛 然后进修凡合 以这样子的一个福德智慧 两种善根 追求无上菩提 那么这个地方结尾 我们讲一下 我会大师说 这个十六王子听了四帝十二语言以后 不但没有成就阿罗汉 而是怎么样 而是成就诸根通力智慧明了 那等于是法僧菩萨 所以他们应该是趁愿再来的 所以大乘见到位是个关键 大乘见到位就是出地 他的关键是怎么说呢 出地之前 这菩萨 叫做追求果报 出地以后 那这不是追求果报 那叫开启自信 所以出地以后 所以你看 在出地之前的菩萨 重点在修清静心 就是心性跟空性的结合 到了出地以后 他的重点在菩提宴 在发愿 因为他开始怎么样呢 成熟众生 庄严净土了 他不是为自己着想 他要创造很多很多次的净土 去涉受跟他有缘的众生 而在每一次的度化众生 阴地跟果地当中 他不断的进步 所以出地以后 是开醒自信 出地之前 是追求果报 所以这个法生的处地 是一个指标 大臣见到尾 那么这个十六王子 看这个意思 是法生菩萨实现 一佛出事 千佛护持 是来护持 大动之圣佛 风华的 我们看丑恶的 青爪法 聚白佛言 世尊 世诸无量千万亿 大德声文 皆以成就 世尊 以当为我等 说阿闹多罗三秒三不提法 我等文仪 皆供修学 世尊 我等志愿 如来之见 身心所念 佛字正知 那么十六王子 在听完四弟十二音言以后 他就带大众取法 他说 世尊 无量千万亿 大德声文弟子 你老人家三宝已经成立了 有佛宝 有法宝 有僧宝 那现在你是时候该讲大臣了 那么 我等文仪 皆供修学 世尊 我等志愿 追求如来之见 这是我们大家心中所应验的 佛陀领导家 应该能够如实了之 就是 什么是如来之见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一心 记足 空甲中三观的 重道实相 等于是 秦 这个 大胜法 因为前面的弟子们 是听了四弟十二音言 正的我空 神就阿罗汉 阿罗汉其实就是一个空性的涅槃 那基本的三界的安稳是解决了 但是现在要把空性跟中道 要产生对接的问题了 请大臣法 要怎么样把空性转成中道实相 请专法 好 我们看丑三的众人出家 二十 转轮圣王所降众中八万亿人 见十六王子出家 一求出家 王继听许 好 那么这个众人看十六王子出家 也就跟着出家了 这个地方包括了 以会的大众 也包括了 在转轮圣王所将众中 就是转轮圣王的这些 他的文武百官的建属 有八万亿人都跟十六王子出家 好 我们看丑士的授请讲经 看经文 二十 彼佛授沙弥请 过二万结疑 乃于四众之中 说是大乘经 明妙法莲花 教菩萨法 佛所护念 说是经疑 十六沙弥 为阿闹多罗三秒三菩提故 皆供授持 封诵通力 说是经时 十六菩萨沙弥 皆惜信寿 声闻众中 亦有信节 其余众生 千万亿种 皆生疑惑 那么 大东之圣佛 讲完阿寒史 讲到四立舌音眼以后 很多人成就了圣道 那么十六王子就出家 然后就请大乘法 那么既然有人请 那么大东之圣佛就 经过了两万节的时间 这个两万节的时间 欧威大师说 做了什么事呢 先讲方等波雷 讲到方等大乘的功德 来对比小镇的不足 实力 声闻人词小慕大 讲到波雷的无声的智慧 来消灭声闻人的法质 对涅版的执着 让它淡薄一点 为华华经做铺路 所以这个两万节 等于是做一个基础 讲方等波雷 然后呢 然后在四中当中 正式开演 大乘妙法莲华经 这是教菩萨法 佛所赴念 三世诸佛 所要开显的 他自己的知见 说至今以十六三弥 为阿秒多罗三表三菩迪固 皆供授辞 逢诵通力 那么佛都将法化经的时候 出现的两个情况 第一个 以十六三弥为代表的人 都能够授辞 乃至于读诵 授辞读诵是华华经很重要的 授辞读诵 书写为人演说 那么十六三弥 对华华经 是完全能够信受理解 但是 以会当中的声闻人 有些人能够信解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 声闻人 有千万一种 皆神疑惑 就是说 三正共作卸脱床 但是 菩萨进入空心的涅槃的时候 他不会执着 他可以当作一种休息 他是 利用空心涅槃 不断的增上 那么二色能进入空心涅槃以后 他就要全面休息了 全面休息 佛头要把他引导出来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涅槃是所言的 卫星所现的假象 你应该回归到心性 但是 声闻人这个时候 有些人是皆生疑惑 那我为大师说 那么 既然产生疑惑 大通知诚佛应该比照 释迦摩尼佛讲《华华经》 既然你没办法接受 应该把他们 秉出去 或者使励他们退洗 为什么没那么退洗呢 我为大师说 因为他们这几个人 虽然产生疑惑 但是 疑而不报 这很重要 华华经 你可以不了解 你可以产生疑惑 但是 你不能诽谤 你知道不诽谤 你还有救 就是你可以疑痴 不能起邪见 他们只是疑惑 所以 就召感了释迦摩尼佛 第二波的副教华华经 就是说 这个也是每一个人听法 各有各的音言 大通知诚佛 度化了一波以后 十六王子很多得度了 但是在十六王子的声闻地址当中 有很多很多不了解的 那么这一波 就包括了 释迦摩尼佛 这一期的声闻地址 就是丢给十六沙米来度化 所以 心生疑惑 那么 我们看从五的 说今十节 佛说是今 与八千节 未曾修费 佛陀 大通知诚佛 讲法华经 讲了多久 讲了八千节 所以这个法华经 有开合不同 我们估计 讲五年 大家都解了 很久 对不对 大通知诚佛 讲八千节 佛陀大师说 为什么讲八千节 你们知道吗 佛陀大师说 光是开全显十四个字 你就可以讲五量节了 就开全显十四个字 就是 你要讲全时的关系 就够你讲 因为全法是无量法 你说一心延伸万法 万法回归一心 就这两句话就好 你可以说 哎 布施 跟信心的关系 你修布施的时候 长成果报 那同时 也开显自信 你也可以讲 慈戒 跟信心的关系 你也可以讲 忍辱跟信心的关系 你也可以讲 念佛跟信心的关系 说我 内观真如 外信迷夺 我站在一念信心的角度 来念佛 有什么好处呢 破除十万亿佛土的障碍 你命中的时候 我们最怕 就是十万亿佛土 这种概念 我站在说佛世界 阿弥陀在十万亿佛土外 我怎么去 你动这个念头 你就很难去了 但是你安住信心的时候 你知道 佛在我的心中 那么 我的心中有佛 佛的心中有我 治他不恶 那就是一念之间而已 所以 你要把全法跟死法之间的对接 你可以把无量的法门跟信心对接 那你不是八千节 偶尔大师说 恒河沙节 说不能进 所以《法华经》可开可合 我们今天《法华经》的经文 主要是针对二秤人 讲到空心跟涅槃的对接 就讲了三周说法 如果你要讲菩萨证的对接 讲六度万恒的对接 如果你要讲一个净土中的《法华经》 你可以讲 念佛往生跟信心的对接 所以这个讲八千节 是刚好而已 刚好而已 我们看丑六的收以入定 所以这个佛陀 度化众生 他的心是平等 随顺因言 他觉得他的因言结束了 虽然很多人没有听懂 但是佛陀觉得 这些因言就不是我度化的 所以他就说完《法华经》以后 他就入了近世 他没有入灭 入于八万四千节的圣神禅定 因为他知道 这些没有听懂的声闻地址 他们度化的因言 是在十六王子 所以他把机会创造给十六王子 所以他选择了入定 所以到这个地方 第一段因言结束 就是大通自身佛的成道 跟说法 低端因言结束